好 华视新闻的全台路标总体检已经进行了半个多月 这段时间来最常发现的就是开新路 把原来旧的道路切割的乱七八糟 而今天我们在台北发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路标太多 跨嘎不撒撒 以台北市基隆路来讲 短短100公尺之内就有20个路标 开车像是考眼力 车水马龙这可是台北市的招牌动作 不过招牌动作也常有突出的时候 台北市最具现代感的古老道路 就是60岁的基隆路 基隆路冲冲冲冲 冲到一段不得了 台同只能望空心探 蓝的 绿的 红的 白的 看得我头都晕了 数数看路标有几个 12 345 6 7 8 9 19 20 20个路标又不是在牵了头 有的给地下道看 有的给平面看 要提醒你速线 还要禁止货车 准许小车 还有还有南港扎道在施工 麦帅二桥也在施工 拉红标还不够 绿标够大 怕你看不见 全民夺主害得主人基隆路三个大字 只剩下基隆 躲在背后羞于见人 走基隆路到内湖 到底该不该上麦帅桥 仔细看画面的左边 这条路可以到环东跟南京东 不过 看清楚 过了这个分隔岛 画面的右边 它还是可以到环东跟南京东 到底是什么东东 蓝标看不懂 看看对标怎么说 就在犹豫到底该不该上桥 画面的左手边变成要往环东大道 画面的右手边变成要往南京东 到底是该去体挺大道 还是环东大道 只有走了才知道 不用看什么路标 这这么乱 很乱 就一条一个要怎么走 人家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走错 走错再想辦法落下来 不管怎么办 原来分隔岛硬是把基隆路彻底切割 上桥的归上桥 看左边红绿灯 桥下的归桥下 换右边的红绿灯 点花缭乱 你走你的独木桥 我走我的阳关道 全场近五公尺的基隆路 一起投就要大家赌一赌 怎么分道扬镳